我们来看第八题 以致直线L方程式s加y等于2 以元C方程式s加1的平方加y减2的平方等于5 相较以pq2点 求pq线段的长度等于多少 第二题目是我们在坐标平面上就来画一个元C 那么跟直线的示意图 这一条代表直线L方程式s加y等于2 直线L跟元交予pq2点 所以我们令这个点叫做p点 那么这个点我们把它称为是q点 而且元C的方程式 我们从方程式里头我们知道它的元C坐标 如果元C把它叫做是c点 所以s加1令它等于0 s分量是-1 y减2等于0 它的y分量是等于2 而且给我们元C 它的半径是根号5 所谓的半径我们就连接了c点跟p点 这一段长度就是它的半径 所以半径就等于根号5 题目要来求pq线段的长度 那么pq线段对整个元来讲它就是一个弦 所以要来求弦pq的长度 首先我们来求它弦性距的长度 所谓的弦性距 那么就是圆心C点 到直线L或者是pq这个弦的距离 所以这一段长度 如果我们把它称为是c 这个点 我们把它称为是a点 我们来求ca的这一段长度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来求ca的线段长度 也就是distance 圆心C点到直线L的距离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我们利用公式来计算点到直线的距离 分母的部分也就是根号 s前面的系数跟y前面的系数的平方相加 所以是1的平方加上1的平方 分子绝对值 把圆心C点带入这条直线 所以s是-1 加上y所以加上2 把这个长数2移到左边 那么因此减2 所以就会等于分母是根号2 那分子计算结果是-1的绝对值 展开之后是等于1 所以ca的线段长度是根号2分之1 那么因此我们就记录在这边 这段长度是根号2分之1 所以我们再来求ap的线段长度 那么ap的线段长度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我们利用比达格拉斯定理来计算 也就是说pa的线段长度 那么就会等于根号 那么斜边意思就是说是cp线段长度的平方 那么再减掉ca线段长度的平方 所以就会等于根号cp线段是根号5 所以我们把根号5平方 减掉了ca线段 我们刚才去计算出来 是根号2分之1的平方 那么因此就等于根号 根号5的平方是5 减掉根号2分之1的平方得到是2分之1 所以计算结果得到是2分之9 开根号 所以这里就等于根号2分之3 根号2分之3我们把有理化 有理化之后得到是2分之3 根号2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个pa的线段长度 所以pa线段长度 我们得到了是2分之3 根号2 那么弦心据ca把整个弦pq把它平分 所以pa跟aq是会相等的 所以pq的线段长度 那么就等于两倍的pa线段长度 所以就等于两倍 那么再乘上2分之3 根号2 那么2消去之后 它的长度计算结果得到是3根号2 那么因此题目以来要来求pq的线段长度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它的长度是3根号2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就是啊 5分之4 那스트工人 试点 occup